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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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是不是你終於決定要跟我解關了? 哇 哇 他怎麼會心野的踩腳趾功夫 你怎麼了 沒事你說 我的丈夫被凍結了 為什麼是因為你幫國父的 考驗店貸款做保的關係 我也不知道我昨天收到了 華麗分數給我的公文 可是上面有很多法律條文 我看不太懂那些是什麼意思 咦 來我看看 可是 你看得懂法律條文嗎 哼 你忘了我可是每方面都很厲害 哇 主旨 禁止義務人生下你 在新台幣12643元 含手續費等執行上必須支出的費用 範圍內 提令在銀行第三人的存款 包括活存、定存等各種存款 銀行也不能主動將存款還給義務人生下你 應等候本分數依法定程序處理 說明一 本分數辦理111年到罰職子 第00022000號 義務人生下你 身份證統一編號 U22083 圈圈圈圈圈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罰還 執行事件 在主旨提到的金額範圍內 有必要扣押義務人在銀行的存款 以清偿義務人劍腳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罰還 說明二 本分數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 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一項的規定 禁止義務人提令銀行存款 銀行也不可以將存款還給義務人 銀行並在收到本命令後10日內 向本分數承報扣押的結果 即義務人有沒有存款可以扣押 有的話扣到多少錢 說明三 本命令扣押的範圍僅限於命令送達銀行時已存在的存款 不急於將來義務人又存進去的存款 如果該存款有設定職權 銀行仍依依據本命令辦理扣押 並向本分數承報職權人的姓名名稱等相關資料 說明四 銀行如果不承認義務人有存款 或是存款的金額和主旨說的金額不同 或是有其他可以不需要支付義務人存款的市由 應在收到本命令後10日內 以書面向本分數聲明意義 說明五 銀行如果在收到本命令之前 已先收到其他要扣押義務人存款的執行命令 而扣掉該執行命令要扣押的金額後 義務人的存款余額如果少於本命令要扣押的金額的話 銀行應向本分數承報該執行命令是哪個執行分數或是法院發出的 以及該執行命令的發文字號 說明六 義務人在銀行的存款 扣除銀行將該存款以開立支票等方式 支付給債權人的手續費後的預額 如果未滿200元 銀行就不用依據本命令扣押該存款 說明七 義務人的存款如果是來自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而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傳染病防治法第53條或其他法律規定 從政府領取的補貼 補助 津貼 獎勵及補償 銀行請不要扣押該存款 說明八 義務人對於本執行命令如果不符 可以在銀行將存款支付給債權人以前 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向本分數聲明意義 說明九 義務人如果認為被扣押的存款 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一級系依法領取至社會福利津貼 社會救助、補助 含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依法自政府領取至紓困補貼 補助、津貼、獎勵及補償或紓困貸款等 或是維持義務人及其共同生活的親屬所必須的生活費 請減附相關證明文件 以書面向本分數提出說明 本分數審查的結果如認定 該存款確實屬於補助款、津貼或必要生活費等 會依法撤銷扣押 說明時 本案的承辦人及電話 楊書機關 03-834-8516 承辦股別 合股 所以這張執行命運的意思是說 你可能是因為和陳英書喝酒喝的太開心 然後酒駕 結果被警察攔檢 酒測值超標 對一大陸交通管理署把條例開了罰單 而你又沒去繳罰款 就被監禮機關移送到花蓮分數行證執行 花蓮分數查到你有銀行帳戶 所以就發出這張執行命令給銀行 要扣押你的存款 你別說我扣押你的存款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如來神掌? 好好好 沒酒家沒酒家 嗯 那你就打電話去問花蓮分數承辦人 查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如果真的有欠款的話還是趕緊繳一繳 不然他們可能會扣押你在本車的薪水囉 那如果花蓮分數扣押我的薪水 你可以幫我繳我的發款嗎? 你知道我對你的愛和這張卡有什麼相同之處 難道是有有效極限? 當然的事 事都可以讓我為了你去花蓮分數不限何度刷卡總費 有 爸爸 沒有 沒聽到嗎? 是最好 你不是這麼... 有 好 沒有 是 你不是最愛的 我不會想說 你最愛的 你是閒聊 你 我會想說 我根本就要視為你 我不是 我需要你的 你會想說 你會想嗎? 我們就想說 我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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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歡迎使用西洋牙繳納行政執行按行 就像我對你的愛一樣不限而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分享、按讚及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最近影片的資訊喔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華聯分署、關心您